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电影是《童窗生》 故事发生在2009年的首尔 一个名叫李荣浩的北韩间谍在码头上被南韩警察抓捕 层层警车组成包围圈,数十只枪对着他 李荣浩知道逃跑无望之后,他不顾警察威胁 从怀里缓缓掏出一张照片 当照片拿出来的一瞬间,他也被狙击手打死了 而照片上正是他与一家人的合照 北韩军方宣称李荣浩是背叛了侦察军第八军团的间谍 而李明勋和他妹妹也因此受牵连进了收容所 此时一名大将来到收容所里 他找到了李荣浩的儿子李明勋 大将告诉李明勋,如果想要获得自由 那就必须成为一名间谍替他完成任务 明勋为了自己与妹妹同意了大将的提议 两年之后,潜伏在韩国的隶属于第八军团的间谍 接二连三地遭到一名神秘人员的暗杀 韩国情报拒绝的这有些不对劲 他们判断出这是来自北韩的间谍下的手 换言之,这是北韩派系之间的复杂斗争 而这时,李明勋也完成了特种训练,顺利进入了南韩 李明勋在南韩化名江大浩,伪装成一名高中生 北韩境内为明勋安排了两个人做他的养父母 让他能够顺利地潜伏下去 街头人是药店的一对夫妻 他们叮嘱明勋 当间谍最重要的就是保持低调 不要对任何事物伤心 这样别人也就不会对他伤心 不过明勋的间谍之路却不是一帆风顺 他在上学的第一天,就遭到了一群校园恶霸的骚扰 他们不仅欺负明勋的同桌会人 顺带着连明勋也成为了他们欺凌的对象 他们把明勋带到天台上 抢走了他身上的钱 甚至还打了他一拳 幸好老师及时赶到阻止了他们 明勋牢记保持低调这句话 忍住了没有出手 但是那群校园恶霸见明勋不反抗 就变本加厉 第二天仍然在骚扰明勋 要他帮忙擦窗户 不过明勋并没有反抗 身在北韩的大将打来电话 他下达了任务 原来屡次暗杀第八军团间谍的是 北韩三十五师的成员 代号北斗星 明勋必须确保货物安全 然后找出北斗星除掉它 也和风高杀人业 明勋戴上了头盔 骑上了拉风的杜卡迪六九六摩托车 直奔街头地点 明勋来到一家蛋糕店 拿到了枪跟子弹 开始了他的行动 第一次的任务地点是在一家拳击馆里 短暂激烈的不斗之后 任务目标很快就被制服 明勋问他知不知道北斗星是谁 他说不知道 明勋知道 跟这帮老油子玩花的没用 他省了询问的力气 直接就是一枪打腿上 先给你敲个警钟 明勋的铁鞋手段震住了老油子 接下来的审问显然就轻松了很多 老油子知道 蒙混过关是行不通了 他挣扎着站了起来 还想拿刀残血反杀 可惜明勋的战斗力爆表 直接飞锡爆头干掉了他 这个场景的冲击力看得简直让人肾上腺素飙升 晚上明勋又开始了他的行动 根据上次从老油子那里得来的信息 这次明勋找上了一个猪肉佬 他应该知道北斗星的下落 猪肉佬原本老老实实地告诉明勋 情报那就啥事都没了 可是他偏要掏剪刀跟明勋比划长下 结果自然是被明勋反杀 得到了北斗星消息的明勋 开始跟踪他的车 他骑着摩托一路狂飙 在红绿灯路口追上了北斗星 可惜北斗星直觉明锐 油门一踩就是跑 明勋飙车猛追 上演了一场赛车大战 第一枪崩了后视镜 第二枪崩了轮胎 任然你是兰博基尼 也跑不过他哈游单车呀 北斗星背货停车 明勋准备下手 但是这场车祸吸引了太多人的围观 明勋不好当面杀人 只好作罢 韩国情报局看到了这次车祸 他们怀疑里面有猫腻 开始了对摩托车的调查 任务首次宣告失败 明勋心里藏着一股火 他正好听到了那群熊孩子 欺负惠人的声音 明勋面无表情推门而入 脸上就写着四个大字 我很能打 偏偏这帮熊孩子还不懂味儿 一个个的上去要跟人家比谁的拳头硬 随着一记凶狠的刺拳对冲 混混头子捂住手腕倒在地上 发出了比惠人刚刚还要娇弱的声音声 英雄救美成功的明勋 看着身旁的空位陷入了沉思 惠人去了哪呢 明勋惆怅着顺手把老师也支付在地 课堂上发出了压抑的笑声 那几个被放倒的混混还在商量着 自己商好了怎么报复明勋 可是人家郑主一过来 这群混混就瑟瑟发抖 温婉如绵羊 把人吓得都打嗝了 连老师都忙不爹地出请假条 送走了这群大神 明勋找到了退学的惠人 惠人换了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 看起来比以前精神多了 惠人有一个舞蹈梦 他请求明勋假扮他的哥哥 帮助他在舞蹈兼职协议书上签字 明勋思考了半天 也没能签上江大号的名字 而是签了一个李大号上去 这也是他身为间谍的无奈 惠人带着明勋在河边游玩 首尔的夜景很美 跟这个与自己妹妹投名的女生在一起 明勋的心里有了一些触动 惠人拉着明勋站在一块世界地图木板前 说自己用口香糖扔中了一个地方 一查才知道 那里的人们都是用舞蹈交流的 惠人兴奋地讲述着 却丝毫没有注意到明勋的神情 惠人还鼓励明勋也来 明勋架不住惠人的热情只能试试 他两眼一闭扔在了太平洋里 从上次追杀里逃脱的北斗星 也开始调查明勋的下落 他们发现了明勋的住址 北斗星的下属扣小了门 杨母一开门 外面就进来了三个素不相识的男人 他们并不说话 但是杨母已经知晓了一切 杨母祈求说只要放过他 他什么都说 可是当他说完情报之后 男人们的回应只是两声枪响 楼上养父还陶醉在音乐里 也被人直接一枪爆头 35师的间谍人员拿到了第八军团的行动资金 可谓是收获颇丰 北斗星却还有别的想法 他想着上次自己在公路上把脸都丢完了 这次一定要跟明勋碰一碰 找点场子回来 可回家的明勋一进家门就觉察到了不对劲 他面色一冷 直接进入了杀手状态 见到了准备单挑的北斗星 二人直接开打 北斗星虽然老到 可是全怕哨壮 北斗星被一顿胖揍之后 才想起来自己有枪啊 为什么要跟明勋肉搏 可是为时已晚 明勋呼上去直接干掉了北斗星 失去了庇护点 明勋只好离开这里 他切断了煤气管道 炸毁了现场 明勋来到了新的街头地点 这里是一个摆摊的老奶奶 她也是第八军团安插在南韩境内的间谍 韩国情报局追查到了明勋的住址 此时现场已经被炸毁了 但是他们仍然发现了明勋的校服碎片 锁定了明勋的身份 情报局还分析出了这一系列事件都是北韩第八军团与35市围绕夺权展开的斗争 明勋从出逃之后一直躲在街头的老奶奶那里 她已经有一个月没有接到来自北韩的命令了 漫长的等待让明勋有些焦躁不安 老奶奶只好安抚他 跟他说只要祖国不抛弃他 那就一直等下去好了 北韩终于联系了明勋 并且给他下达了命令 这次任务是让他抢回35市夺走的钱 并说这是最后一次 只要完成任务 就能够让他跟妹妹重获自由 还发送了一段妹妹的视频给明勋 35市的联络官前来取走货物 明勋要夺回的货物就是这一盒子 市值300亿韩元的钻石 明勋确定了行动地点 他单枪复会 一阵枪战之后 林老官决定先行撤离 但是明勋早有准备 他用一颗手榴弹封死了35市的退路 夺回了钻石 任务成功的明勋 做好了回国的准备 他为自己的妹妹和老奶奶挑选了礼物 他还去看了惠人 告诉惠人自己要离开的消息 但是明勋没有想到 迎接他的不是回国的船只 而是杀人的利刃 船长趁明勋不注意的时候 用备手刺伤了他 告出了真相 原来没有间谍可以在完成任务以后 回到北韩 这些弃子都需要被清洗 愤怒的明勋杀死了船长 天底下没有什么比祖国背叛 更加糟糕的事情 与此同时 35市为了报复第八军团的行动 他们向韩国透露了 所有第八军团间谍的消息 得到消息的韩国情报局决定扫荡掉这些间谍 他们以雷霆之势把这些潜伏的间谍全部都找了出来 就连老奶奶都被出卖 老奶奶看到明勋 还大声提醒明勋让他离开 但是明勋呆住了 老奶奶无奈之下 只能用自己的命吸引了警察的注意力 让明勋逃脱 走投无路的明勋逃到了一处天台 昏了过去 却不曾想 这是惠人家的天台 惠人救了明勋 他也从电视新闻上得知了明勋的身份 但是惠人并没有放弃他 明勋在醒来以后 生怕自己的身份联系惠人 急着离开 但是惠人告诉明勋 他并不在意这些事情 他们永远是朋友 惠人在外出买东西的时候 被情报局的人看到 惠人只能撒谎骗过情报局的人员 北韩方面也在找明勋 他们想要夺回那包价值300亿的钻石 跟明勋联络的大将打电话给他 他让明勋带着钻石来见他 并且拿明勋的妹妹威胁他 明勋在深思熟虑之后 还是无法抛下他的妹妹 就算他知道这次去会面是九死一生 但是他更加不愿意失去妹妹 天色一亮 明勋就骑上了摩托车 去往他最后决战的地点 他在离去之前 还留了自己的全家照 以及一封信给惠人 醒来的惠人不愿意明勋就这样去送死 他打电话向韩国情报局汇报了这件事情 情报局调用摄像头找到了明勋的位置 摸清楚了他们的交易地点 在交易的前一刹那 韩国情报局人员开枪打死了北韩间谍 场面陷入了混乱之中 北韩间谍开车把妹妹带走 但是被情报局的人员截获 明勋的妹妹安全了 可是惠人又被大将抓走 他再次威胁明勋 逼迫他拿着钻石跟自己见面 明勋打电话给了妹妹 听到妹妹的声音之后 他安心了 他要再一次置身附险救出惠人 明勋独自一个人走在街道上 黯然神伤 他已经如此努力地去改变命运 为什么命运还是一次次地玩弄他 陷他于这样的地步 明勋找不到答案 既然此题无解 那么就只有利用手中的枪杀出一条血路 拯救他跟妹妹还有惠人 情报局局长通过手机定位 查到了明勋的位置 明勋在一家废弃工厂里陷入重重包围 他直接把钻石抛向空中 二话不说 直接死神开打 打伤了一众北韩间谍 但是明勋自己也挂了彩 激烈的交火之后 明勋甩出自己背包里的炸弹清场 但是这俗话说得好 要想活到最后 要么当最坏的 要么当最猛的 这种程度的惊天爆炸都没能炸死大将 他用枪指着明勋 但此时情报局局长正好赶到 三人形成了微妙的对峙 陷入绝境的明勋绝望了 他放弃了活下去的机会 转枪杀了大将 而自己也身中竖枪 冰死的明勋最终还是没有能够见到自己的妹妹 他的血止不住地流 明勋默默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景象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他徒留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而影片的最后 惠人与明勋的妹妹平静地生活在一起 他们在血缘上散步 缅怀与明勋过往的岁月